在我们印象中,新加坡是一个零自然灾害的理想之地 洪水不严重,台风不到访,地震更是完全绝缘体 然而,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或许会颠覆我们的认知 8月24日,马来西亚柔佛州西加墨地区发生了一场地震,震级4.1 这是近年来少见的显著地质活动 而让人更出乎意料的是,地震的震央距离新加坡只有大约40公里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从新加坡宾海湾到乌兰关卡的直线距离 仅仅只有22公里,也就是说,这场地震几乎就在我们的门口 之后几天里,当地又接连发生了两场地震 震级分别为3.2和3.0级,看似不强,但意义非同一般 过去,新加坡人常说,这里不会有地震 可这些我们从未担心的问题,是否已经悄悄靠近了我们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揭开这场新的地质谜题 第一章,柔佛地震解读 那么,这几次柔佛的地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让我们先来还原事件的全貌 根据马来西亚气象局的记录,第一次地震发生在凌晨4.08分 震级达到4.1,震源深度大约10公里 随后的余震震级跃低,但依然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恐慌 柔佛州的几个分布社区,尤其是靠近镇央的西加墨 居民纷纷跑到室外避难 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也未见破坏性建筑倒塌 但地震的冲击波还是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 为什么这场地震值得我们关心呢? 首先,这不是柔佛地区的第一次地震 事实上,这片区域在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活动轨迹 比如1922年,柔佛州曾经发生过一场5级以上的地震 那次甚至还影响到了一些马来群岛附近的殖民城市 更重要的是,这次地震震源深度很浅,仅10公里 地震深度越浅,影响范围越大 如果类似规模的地震发生得更近 甚至是震中在新加坡附近 那么后果将会无法忽视 那么,柔佛这个地区有没有可能酝酿更大的地震? 我们又是否低估了来自隔壁潜在的威胁呢? 接着往下看 第二章,新加坡板内地震的科学真相 一直以来,我们都知道 地球上的地震多发生在板块交界地带 比如拥有全球多数地震活动记录的环太平洋火山带 印尼的苏门达拉,正好位于这样的高风险地质带上 那么,作为离火山带较远的新加坡 为什么我们还要担心呢? 这就要提到一个相对冷门 但值得关注的地质现象,板内地震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尽管我们坐在稳定的迅塌板块上 但这块大熔炉一样的板块内部仍然存在压力积累 当积累的能量超过断层的承受极限时 哪怕在远离板块交界处的地方 也可能发生地震 柔佛的几次地震就是这种板内地震的案例 新加坡也不能完全置身事外 在1948年,一次来自苏门达拉的大地震震中发生后 新加坡部分地区感受到了轻微震动 据报道,当时一些高层建筑和构筑物出现了小幅摇晃 由此可见,如果地震从远距离仍能对我们产生轻微波及 那么板内断层若在区域更接近新加坡的地方滑动 带来的后果会如何 不过至今为止 地质研究普遍认为 新加坡本地发生大规模地震的几率依然非常低 但这绝不代表我们可以掉以轻心 第三章,潜在威胁VS新加坡的准备 虽然新加坡不是地震带上的国家 但并不代表我们的工程和防范机制忽略了这一点 新加坡建设局BCA早在几十年前就设置了符合国际标准的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特别是针对高层建筑 都要求能够承受远程震波的水平摆动力 此外,新加坡的地震研究也没有止步 政府和科技企业合作 通过精细布设检测仪器来监控整个区域的细微地震活动 这些传感器,每小时每分钟都在更新实时数据 可是,科学和技术虽然发达 一个国家的安全同样与国民的安全意识密不可分 想象一下,在一个人口稠密的都市区域 如果突发地质活动 即便只有微弱震动 也可能引发交通 建筑内人群流动的暂时混乱 所以,我们必须时刻保持危机意识 第四章,如何防范未来灾害 未雨绸缪永远比后悔更重要 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提升应对潜在地震的能力呢? 这一有三点建议 第一,关注官方发布的权威信息 不管是新加坡建设局、民防部队还是气象局 一旦有与自然灾害相关的公告 我们一定要及时查看 了解清楚最适合的避险行动 第二,预备好地震应急包 虽然这可能在很多人眼中有点多余 但一旦发生突发状况 比如轻微震波或其他原因造成停电断网 它应包括雨用水、能量棒、电筒、备用充电器和一些基本药物 第三,增强防范意识 尤其是高密度的住宅区和商业建筑 是否可以考虑推广更高标准的抗震设计 在社区或工作场所进行一次灾害避难演练 也是一个不错的自我保护选择 最后我们必须承认柔佛地震的震动虽然小 但它的象征意义却不容忽视 它的象征意义却不容忽视 不管是地球还是环境 绝对安全从来都不存在 在安全的家园也需要你我共同守护 新加坡依旧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地方之一 可这种幸福是建立在我们对风险的警觉和努力之上的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请按下订阅键 点赞分享这个视频 评论区告诉我们 你对新加坡当前的地震准备有哪些感想 我们很期待听到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